在节目开始前,一个小小的提示 本期节目中有动物残忍行为的相关描述 可能会引起不适 如果你身边有未成年人,请谨慎收听 用声音,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动机器 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 我是徐涛 今天是一次不太一样的节目 和我坐在一起的是我们生动机器的坚持Amanda 嗨,大家好,我是Amanda 我今天其实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开场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鸡 那或者换一个说法吧 Amanda,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 是关于性教育的那一期 记得呀,我记得那期节目 其实是讲到一个事儿 就是说动物的交配不完全是发乎自然的 当时我们还提到一种动物是叫麻刀猛 可能有些听众不太知道 麻刀猛是什么动物哈 麻刀猛是一种生活在非洲马达加斯加的动物 你可以想象它是有着美洲豹的身体 然后它的脸圆圆的就像泰迪熊一样 泰迪熊 对,然后麻刀猛的妈妈 其实是会带着它的女儿去观看其他的麻刀猛 是怎么求偶和交配的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讲到麻刀猛的性教育吧 对,这个故事其实是出自一本书啦 叫做Walthood 中文的名字叫做《比青春期更关键》 我当时看完这本书之后 其实是还感触蛮深的 就觉得从动物身上能够了解人类更多吧 就当然这本书更多的是 让我了解青少年是怎么回事儿 举个例子好了 就比方说我之前是不太能够 不是说不能理解 但是就觉得青少年那么爱冒险 做一些明显会伤害他们的事儿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让我困惑的吧 虽然理性上可以理解 但是实际上还是困惑的 但这本书里边就讲很多动物 其实都是会有这样的行为 就比方说有一种海塔 叫做加利福尼亚海塔 它生活的海域 其实有一些地方还是蛮危险的 就比方说有鲨鱼的出没啊 或者特别寒冷 所以成年的海塔 基本上是不太会进入到这片海域的 他们比较理性 对 是 但是青少年海塔就不太一样 他们就会非常冲动 然后结伴进入到这些地方 所以这些青少年海塔 葬生在鲨鱼之口的几率就特别高 就还蛮让我触动的 这个动物学家其实也解释了 说因为如果只是在海塔妈妈的怀抱里的话 它们是永远无法去体验到危险 永远无法去真正的习得捕猎 生存的智慧 对对对 所以反而经历了这些危险之后的这些海塔 在未来是能够更好地应对 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危险和不确定的 所以其实是有共通性的 当然这种行为也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动物身上 比方说企鹅呀 甚至是一些昆虫呀 对看你对动物这么感兴趣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姑娘给你 就是大可 对 徐涛老师好 我是大可 她是牛津大学的动物学系博士 然后现在是在中国科学院深圳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员 对我觉得她其实出发点还跟我不太一样 因为她非常早就已经开始对动物感兴趣了 最早她有一些比较孩子气的想法 例如说 那个时候我很小 然后我会觉得鸟类里面都挺忠贞的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以鸟类作为榜样 不要再出轨了 就是那时候是非常质朴的一个心愿 为什么是像鸟儿一样忠贞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一开始是有点反直觉的 因为大家都听说过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鸟就是不太忠贞 而且还是比较自私的呀 那我要搬出科学家来了 你知道在1968年的时候 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动物学系的教授吧 他叫David Lack 他是说有93%的有一类型的鸟类 其实都是一夫一妻制的 比较拗口号 他叫雀形木的鸟类 雀形木鸟类 对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大家会觉得鸟其实是比较忠贞的 但是马上他又被打脸了 因为发生了一些事 什么事 这个事吧 其实就发生在这个研究结果发布没多久 大概是在1970年初 在青子坚定技术出来之前 处于一个生态保护的目的 需要把有一个地区的某一种鸟 全部都给结扎了 所以他有说这种鸟是什么鸟吗 这种鸟叫做红翅黑梨 它是生活在北美沼泽的一种鸟 然后它熊鸟的领地意识特别强 如果有入侵者的话 就会去攻击 就比方说如果是老鹰来了 它甚至会去攻击老鹰 然后另外一个特点是 它是一夫多妻制的 所以它在繁殖季之后 筑巢之后可能会有一到四个妻子 然后为了保护它的这些妻子 以及妻子孵出来的蛋 它的攻击性就会变得非常强 这还挺凶的 然后1960年代之后 因为这种鸟太能生了 就吃了很多庄稼 人们就把它认为这是一种害鸟 人类就想要不就把熊鸟给抓起来 结扎了吧 就是它们结扎了 那它们的一到四个妻子 也不太可能生小宝宝 对对对 就相当于是给鸟做了一个计划生育 但是 然后结果就发现 它们还是生出了小宝宝 所以为什么在结扎之后 还会生出小宝宝 对啊 科学家也这么觉得 他们觉得那就来研究一下吧 所以就有一个叫做 Olin Brain的科学家 他就在1971年的时候 来到了这片区域 他是挑选了两个沼泽地带 等到春末夏初的时候 那时候这种鸟就已经开始筑巢 准备要繁殖了 科学家就惨无人道地抓住了这些熊鸟 给做了结扎 当时是抓住了这个区域的八只熊鸟吧 然后等到它们康复之后 再把它们放回到它们所在 栖息地的巢穴中 然后就看这个巢穴中 是不是就还会有鸟蛋出来 结果还是有 天哪 好神奇 所以就很奇怪嘛 科学家就不太甘心 然后第二年 它们就决定做得更完美一点 但也就更不留后路一点 给这些鸟 所以它们是挑了三个 比较独立隔绝的沼泽 然后是把里边的熊鸟 全都给结扎了 结果它们窝里还是生出了小宝宝 会不会是科学家的结扎技术不行啊 后来有了比较廉价的亲子坚定技术之后 科研人员都是需要去采这个鸟的血样的 然后它们需要算到底谁是谁的孩子 然后它是从哪一窝里面出来的 就说给鸟和它的鸟蛋做亲子鉴定 对 看看小鸟的爸爸是谁 然后就发现一般一窝嘛 七八个鸟蛋 然后可能总有那么一两个 不是这个社会学爸爸的鸟蛋 所以就是说出轨行为其实是挺普遍的 所以不是科学家的结扎技术不行 而是死鸟出轨了 对 那这是不是可以说明 大可在最开始对鸟类 觉得它们是比较忠贞的 这个想法就感到破灭了 所以我就说它的想法比较孩子气嘛 但是后面还有更加孩子气的呢 这个就要讲到鸡的故事了 你还记得我开头说这期节目关于鸡吗 所以这个伏笔原来是埋在这儿了 对啊 是 这个鸡的故事其实是大可 博士期间在牛津研究鸡而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他研究的鸡还跟我们日常的鸡不太一样 他研究的是圆鸡 圆鸡是什么 圆是原始的那个圆 你可以理解为是鸡的祖先吧 然后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公鸡的体型 圆鸡和普通家鸡可能差不多吧 但母鸡就会小很多 有多小 比我的脑袋还要小 这么小 腿特别长 就和我认知中的那种老母鸡不太一样 像我们这个鸡 它是我老板的老板从印尼带到瑞典 带回了英国 所以他老板就是带了圆鸡的蛋 然后孵出了一窝的圆鸡 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是尽情繁殖 就繁殖了很多 但感觉也不太健康的样子 它那个鸡 它分两种笼子 有一种是那种大型男子监狱 我估计它得有100来瓶 这个鸡如果在那个大牢房里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70多只就会有一群非常aggressive的鸡 它会去欺负下面那一些比较地位低的鸡 然后就经常会死 相当于鸡的霸凌 对霸凌 我想一想 然后有直接欺负死的 然后还有不让它吃喝的 然后还有性侵死的 就是那个大监狱就非常的残忍 我刚去的时候应该是有接近170只公鸡 但是只有四五十只母鸡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就在我来之前 我们的母鸡被诊断 得了性病 就本来是1比1的比例 然后呢 它的那个屁股后面就会留这个白色的分泌物 然后之后它就会消瘦 然后就死掉了 所以出于一个人道主义 在我来之前 我们就大皮量的处死了这个母鸡 而且也怕它们会传染 剩下的那一批母鸡 也是断断续续的 就又出现了这个分泌物 可能会传染其他的母鸡 这个故事听上去母鸡好可怜呀 后面还有更可怜的呢 我有一天 我真是看到那个场景毕生难忘 哎呦天真的很恶心 就是有一天我去做实验 然后呢 我就看到有一个母鸡的鸡笼里面 就一群鸡聚在一起 跟你说就是鸡聚在一起 一定没有好事情 然后呢 我就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个母鸡 它的胸脯是着地的 然后屁股是朝天的 然后它两个腿就这样斜着矗立在那边 那个眼神非常绝望地看着我 它的背上全部都是血 它可能是生病还是怎么样的 我就有点放了 然后就有一点点虚弱 就倒了一下 然后倒了之后 那所有的母鸡都过来吃它这个背上的这个羽毛 因为你这个鸡的羽毛里面 根部其实它是有黑色素 就是它们需要的一种必要的营养素 所以这些母鸡会去吃别人的母鸡的毛 尤其在它们打架或者霸凌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拔毛 拔毛给吃掉的 那个母鸡 整个后背都是血 血淋淋的 我当时看到它 我就觉得它一定是要死了 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一群鸡是近亲繁殖 它会变得有点心理变态 还是其他的我们现在养的家鸡 也这样 它们应该也没有说近亲繁殖到精神障碍了 可能这是一部分的天性 好像是有一种非常的原始的 去吞噬别人的冲动 平时不这样做 只是平时没有机会 因为平时这个鸡可以跑 可以反抗 但是现在它没有办法反抗了 没想到就是毛绒人的小鸡 长大以后会变得如此的残忍和变态 其实我知道动物是这么残忍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我养过兔子 那是只母兔子 有一段时间它是怀孕了 我就非常非常期待 就是它生出小兔子的时刻 宝宝 对对对 然后有一天早晨 我就发现它生了 但是很可怕 生了四只小兔子 它的喉咙全都被它妈妈给咬断了 我就可伤心了 我就觉得不能接受 我就说我养的兔子 它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把自己的小兔子给咬死了 然后就会有大人就懂得 大人就跟我说 这是因为兔子 虽然平时它是不喝清水 喝了清水会拉肚子什么的 但是它在生产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给它水 不然它会因为非常的饿 它可能丢失了能量或者怎样 它就会咬四小兔子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就我知道它残忍 但我就觉得它某种程度上 残忍你是可以去理解的 然后后来我就了解到 比方说鸡 它是有一种说法叫做线性浊序 线性浊序 对线性 你知道线性就是 线的线 对对对 线性浊序的意思就是说 鸡一定是会有一个等级地位 它有头鸡 然后第二把交易的鸡 第三把交易的鸡 所以它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第一只头鸡先去吃 然后之后按照固定顺序 就是谁是老鸡 一定是排得清清楚楚 这么去的 大哥先吃 对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是分不出来 那他们就会打一架 然后分出来谁是谁 就起码人类是可以用理性 去理解这些的 对吧 包括刚刚说的那个母鸡 它需要黑色素 就感觉让我们人类 是可以去理解的 但是大可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个就是我完全 无法用我人类的理性来理解 做好心理准备 就我还有一只鸡 就是它大概是飞的时候 它怎么样把自己的脚 缠到了那个包菜的一个网子里面 幸好那个网子也没有很高 所以它就是一直保持一个脚 是这样翘着 然后另外一只脚还可以着地 它不是完全被吊着的 这样一个状态 让它出不来 它是一个攻击 然后剩下的鸡 全部去啄它的肛门 我去救它的时候 它的整个肛门都在流血 这个就是毫无道理的 你为什么要去啄别人的肛门 对于其他的鸡来说 它也不能获得任何的好处 但是霸凌这件事情 就是让它们觉得 应该说是有某种快感吧 要不然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这个就跟线性着序 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的对的 不知道为什么 你下面这个鸡 一旦是完全丧失了 反抗能力之后 它们就有一种 置你于死地的冲动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是一个实验动物 它们被关在一个 很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它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大家一起分享的 如果说死了一只鸡 那每一个鸡的空间 可能都要大一点 浊序可以往上升一点 等鸡已经出来了 你还要对人家下死手 就不是一个特别 能理解的事情 所以这个故事听上去 跟最开始我们讲的 那个马刀猛的故事 就一点都不一样了 就是温情默默的面纱 都掉下来了 你还记得马刀猛 我都快不记得 听众也都快不记得 马刀猛是什么动物了 那就来唤起一下 大家的记忆吧 马刀猛就是 我们之前讲到的 长得像美洲豹 然后脸圆圆的 像泰迪熊 会带着女儿 去做性教育的 一种动物 那时候你觉得 连动物都在做性教育 那人类也应该 对性教育 更加开放和重视 所以就是鸟儿都会出轨 鸡都这么残忍 你会推倒出什么结论 Oh no 好吧 我错了 我觉得我之前的想法 挺人类中心主义的吧 而且我觉得 我的确最开始的推论 其实是没有逻辑的 但其实很多人都会 这样去做对比 比如说看到动物界的 弱肉枪食 就觉得人类社会里的弱者 也应该被淘汰 然后只有强者才能够生存 弱者只能够遭受灭亡的命运 就还蛮典型的 社会打扰文主义 对 就这一点可能有时候 也会让我想到 现在会流行的一个概念 叫木墙 就羡慕强者 对 就是优济主义 可能多多少少 也跟这种射达的思想 有点关系 你还给社会打扰文主义 给简化了一下 简化成射达了 对 如果我仔细来想 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么想 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即使 自然界中的确是优胜劣汰的 但人类可能理解 这个优胜劣汰 还是把它给理解得简单了 就说难道一定是 强者才能够生存下来 或者把基因传递下去吗 我觉得大可给我讲的 另外一个故事 可能会提供一些 我们感觉会不太一样的 一些东西吧 这个故事是跟什么有关的 这个是关于另外一种鸟 就叫做流苏玉 这种鸟也是挺有意思的 它非常小 在欧洲可能会看到多一点 因为它脖子上的羽毛比较夸张 像流苏 对对对 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名字 然后它那个玉 其实是玉棒相争的那个玉 这种鸟它跟人类还不太一样 人类雌性和雄性 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形态 但是大可就说 这种鸟的雄性还挺不一样的 它那个雄性它有几种形态 就它分成三种形态 一个就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它就是老大 然后可能群体的80%都是它这种 然后它可以通过正常的这个求偶呀 然后打架呀 然后来赢得配偶 然后剩下的有这种白色的 就是它的小跟班 然后就只能说 在比如说这个老大没有看到的时候 然后偷偷去很大的后宫交配一下 然后还有第三种雄性流苏鱼 它长得是像雌性一样 就和前两种都挺不一样的 长得特别像雌性的一类雄性 然后呢它就会偷偷地潜入 雌性的群体当中 离雌性离得很近 趁其不备 然后就交配 交配完了以后立马就跑掉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的精子给传递下去 像雌性的雄性 其实在群体里面也就只占一个百分之一 这个样子 但是呢 一个长得像雌性的 爸爸生下来的儿子 就还有蛮大的概率 是会变成他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了 哦 所以这不是一个只有强者才能够生存的故事 对 刚刚讲到那第三种形态的鸟体格上 肯定是打不过第一种形态的嘛 但它还是依然得到了 传递自己基因的机会吧 而且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个观点 它存在谬误的地方就在于说 你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成为那个最强的人 对 大可其实也这么想过 当时就是还是说 我带入我自己 我是这个正义的老大 然后呢 我建立了一个规则 应该求我就求我嘛 你为什么要欺骗呢 因为欺骗在我这里就是一个基本原则 不应该欺骗 后来我就是发现说 如果有一些东西是先天就是这样的 你这一辈子你都没有可能像 那个长得比较大的雄性一样去竞争 那你该怎么办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在想 那我也不知道 就我投胎是投胎成了那个 更优势的那个形态 还是投胎成了这个像磁性一样的雄性 就很早之前的话 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的成长是有非常多的社会有利因素 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然后很多人其实就从来就没有过 像我去接受那么多知识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大可的这个反思特别好 是吧 对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可能会觉得你没有成为强者或者是精英 是因为你不够勤奋和努力 但强者和精英很有可能 只是生命的各个阶段运气都还不错 还不错 对所以那个达尔文主义者是在下推论 也没什么逻辑 为了解释而解释 是而且科学上可能有一些并没有定论吧 因为大可还给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就比如说我老板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说把两只鸡放在一起 让他们打架 然后赢的那一只和输的那一只 他们分别来测他们这个精子的活性 所以就是看一看是不是真的 那个更凶悍能够打赢的鸡 精子能够更有效地和卵子结合 然后实现基因的顺利延续吧 所以达达你猜一下 是哪只鸡的精子跑得更快 我猜是打赢的那只鸡的精子跑得更快 但我情感上想支持一下打输的那只鸡 这也可以嘛 好吧 事实上是 然后就发现打赢的那一只精子的速度 是更低一点的 更低一点 哦 所以打赢的那一只反而更低一点 这个充分说明了王后将相宁有种忽养 哦 好吧 但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你接着听 然后呢 我做那个实验 我就没有重复出来 他们两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后来我去开会 然后呢 就有人用这个东西是坐在一个鱼身上 然后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就是地位越高的 他那个精子反而会越快 然后就不能支撑这个结论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提出这个理论的 那个Jill Parker 他是精子竞争之父 他提出了整个假说 然后他就说 对确实存在 他也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些和他的假设不一样的例子 而且其实进化论这边比较坑的一点是 你会有各个方向的假说 他其实都是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的 就比如刚才那个 他说你如果地位比较高 你的精子就比较慢 那么他可以解释说 是那些弱者那个地位比较低的 他的交配机会很少 所以他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 然后交配的时候精子需要快一点 但是呢 地位高 精子也快了 他可以找出另外一个进化学的理论 他就说 这个地位比较高 吃的比较好 所以精子比较快 地位比较低 他老是担惊受怕会被打 然后他的免疫就比较差 他的精子也比较慢 两个都解释得通 对啊 都还蛮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你很诡辩 你这个理论之所以融洽 是因为你什么都可以说 而且你没有办法被证伪 我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 他没有变 我也不能从这个 把你之前的 给推翻 那他可能需要一种 红分析学 我要研究 比如说几百个 这样的研究 然后我得出一个 规律 就是所有的事情 变得 我好像抓住了什么 但尤其是什么都没有抓住 这就是一个 就科学层面上的 一个实验的不可重复 然后再一个是 这种 万金油的理论 实际上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也感觉像是 好像抓住了一些什么 又什么都没有抓住 但反正这就是 本期节目最后一个 和动物有关的故事了 就结束了 我都不知道 这期节目在讲些什么 那让我来捋捋 我本来是期望 通过动物的种种行为 和故事 更加理解我们自身 和人类社会的 所以你更加理解了吗 我画面了 我就觉得人类 虚妄自大 然后不知所应 没有逻辑 我自己听下 我是还是很喜欢 大可在讲 刘苏裕故事的时候的 那个反思 就让我想到了 了不起的盖茨碧 里面讲过一句话说 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并不是人人都有过 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你是把这句话 写在了手冲上面 垫了下来吗 是的 带着手冲来录节目 OK 其实我是在想 残忍的鸡的故事 因为的确我 听那个故事 听得我挺难受的 而且为了做这个节目 我又仿佛听了好几次 我觉得都有噩梦了 我就觉得 就是如果说人类社会 要跟动物 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 我们的文明和制度 是能够让弱者 同样生存下来 而且活得好好的 还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 然后追求自己的价值吧 可能这就是 人类文明的本质 不至于让我们的世界 变成一个残忍鸡龙 非常同意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这期 很奇怪 很特别的节目留言 有任何批评 欢迎留下 当然有任何的 讨论也欢迎 想说的 对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对 然后把花花送给我们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 亮相的达达 Amanda 那我也趁机来打个小广告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生动胡同会员计划 对 大家对生动胡同的支持 其实就是支持到了 我们多档节目的录制 其实是包括生动机器 科技早知道 生动早咖啡 跳进兔子洞 哎呦 这是在说灌口 让我喘口气 而且大家加入之后 其实也是能够得到 更多权益的 我们会每周发出 三封newsletter形式的 胡同来信 生动活泼的主播和监制们 会在专栏里面 去聊一些节目之外的 更多信息 比如徐涛老师和我的话 就会一起写一个 叫生动机器之外的栏目 所以这次生动机器之外 要放上我们录制的 幕后花絮吗 哎 大家或许会有 会吗 各种哈哈 对 如果大家对胡同来信 有兴趣 就可以点击 show notes当中的链接 来阅读我们发布 在公众号的试读文章 对 作为会员 除了胡同来信之外 其实我们也在尽力 确保每个季度都能够举办 线上线下的活动吧 像我们上半年 其实是举办了 三七路天眼讲台 然后透露一下 我们线下 可能马上就会有活动了 是吗 你不知道吗 提前知道了 对 当然你也可以在邮件中 和我们讨论 或者询问任何事情 我们都会 非常用心地一一回复 对 如果你是特别想要指定某个主播来恢复的话 就请注明好了 他一定会恢复的 OK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